嗨,大家好,我们是RayMaker团队 我今天要来为你们分享一篇文章 我们再也不用受装置的拘束啦 现在电脑跟手机通通都可以来分享YouTube的影片章节 在过去只有电脑版的YouTube可以分享影片的章节 现在连手机都可以做到咯 因为YouTube的另一项功能Video Chapter 有新的一项更新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Damian Weil在9to5Google的报道里面有提到 电脑版的YouTube早就已经有分享过 带有时间标记影片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你可以把影片的特定片段传送给你的朋友 但是这个功能之前在手机的应用程式是做不到的 但因为此次的更新 所以现在连Android的手机都可以做到咯 再来是Android Police的编辑 Scott Scriven也有提到此功能在目前是普遍流行的一种分享方式 在我们的文章中也有告诉大家如何使用这个功能 还有使用的时机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相关内容呢 可以到我们RedMaker的Blog里面去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呢也可以订阅我们 我们将在每周会有最新的影片行销相关文章的更新 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我是Cindy 我们下次再见 j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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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що 这